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志玲姐姐基金会的支持与爱护 因为有你们的爱心 我们一起帮助了许多需要早聊还有医疗的小朋友 也因此获得了更多改变的力量 2023志玲姐姐慈善年历即将在10月6日开始预购咯 在2023年我们都需要好好的疗愈一下自己 每一个月每一个月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你了解到快乐的方式 把所有的快乐方式存到心中 你将拥有快乐的超能力 新的一年让我们用爱疗愈心灵 重新获得力量 大家好我是志玲姐姐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志玲姐姐基金会的支持与爱护 因为有你们的爱心 我们一起帮助了许多需要早聊还有医疗的小朋友 也因此获得了更多改变的力量 2023志玲姐姐慈善年历 即将在10月6日开始预购咯 这一次的主题是拥有快乐的能力 我们特别邀请到知名的漫画家阿推老师 创造一个志玲姐姐的奇幻游乐世界 这本年历它是一个你也可以一起参与创作的一个过程 让你静下来着色适合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一起着色哦 在2023年我们都需要好好的疗愈一下自己 每一个月每一个月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你了解到快乐的方式 把所有的快乐方式存到心中 你将拥有快乐的超能力 也希望结合基金会所支持的儿童艺术治疗 带给大家心灵上的治愈 只要有爱 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快乐 新的一年让我们用爱疗愈心灵 重新获得力量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博弈 哈喽大家好我是国书瑶 哈喽大家好我是颖颖 小心 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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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